99%的人来币圈不是为了翻倍,是为了翻身 2024年就是我们翻身的时刻,在币圈如何翻身 撸毛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我在前面的视频中分享了撸毛所用的必备工具和实战技巧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但如果想在撸毛上赚到很多收益 一个账号是不行的 你得操作多个账号批量撸才能真正实现收益最大化 批量操作那就意味着你需要准备很多工具 还要解决账号、IP、钱包等隔离问题 一旦账号和IP串了 很可能推特和Discord就被封了 那空头就与你无缘了 如果你不想你的账号被标记成女巫 我还是建议你用指纹浏览器和静态IP 它们不仅绑定IP方便 而且支持一键同步 账号管理更是轻而易举 今天来分享怎么样以极低成本解决IP问题 如果你有在投资加密货币 但是却没什么时间好好研究 那么我建议你按一下订阅的按钮 开启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这些报复的机会 不过还是要声明 本视频所有内容完全不构成投资建议 大家自行思考 此外咱们的微信付费会员已经开放 价格是200美元一年 特别适合币圈新手和那些寻找高质量交流社群的朋友 如果你想获得一些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或财富密码 千万不要错过 感兴趣的话快来扫码加入我们吧 OK 那么我们言归正战 怎样去使用指纹浏览器 那么从这里我们先开始 首先是需要去点击它的一个官网 然后进行下载 那么官网网址的我会贴在我的一个视频下方链接 通过视频下方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会得到一个粉丝福利 50个窗口7天使用 一进来之后默认是英文 我们可以先把语言换成中文 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新建环境 如果你是苹果电脑那么这里的话就要去选择苹果电脑的一个操作系统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Windows系统那么我们就直接点击Windows OK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创建环境数量 比如我这边就设置了10个分成两组 一组用于项目A 一组用于项目B 这样管理起来清晰又不会混乱 当然假如说你要配置50个环境 不想一个个输入 那么这里有一个批量导入的功能 选择浏览器类型 操作系统 下面是浏览器的端口 我们一般选择108 111都可以 然后把50个环境配置好之后文件直接上传到这里 下面这个是批量上传的文件格式 按照这个格式上传就好了 当我们把环境配置好以后 不要忘记配置IP代理 保证每个环境都独立安全 如何购买IP代理 IP一直是撸毛人最头疼的事情 很多人搞个一IP一环境 这样无形中拉高了成本 一般我是一个IP对应3到5个环境 这样相当于一个IP一个月 只要0.3到0.6U的成本 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有V4版本或者是V6版本 那么我个人推荐的话 就直接用V4版本 怎么方便怎么来 然后去选择国家 比如说日本或者是新加坡 还有就是包括香港 这些对加密货币友好的这些国家 去选择他们的IP 不要去选择这些对加密货币不友好 拒绝加密货币的一些地区 这样的话 你很有可能用这些IP 不能去登录一些网页 一些链上的一些网络端 比如说我们选择日本 这里选择购买几个这个IP 还有使用的一个天数30天 我们选好后 它是1.77美金 你去购买这个IP的话 在这里直接点击确认 弹出来一个让你支付的金额包 你就直接转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它会给你一串代码 这串代码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到 我们的一个指纹浏览器 就是创建的这个窗口里面 你就直接复制到这个端口上面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这样的操作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这个工具也支持批量上传 按照这个格式可以批量操作 是不是很方便呢 话说回来 我们切记我们购买的IP呢 千万不要去选择俄罗斯 荷兰这种便宜的IP 首先你要明白 它是没有好货的 因为这种IP的话 它不只是你一个人在使用 很有可能是多个人 甚至20多个人同时使用了你这个IP 所以说有些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一个网速非常的慢 那么这是关于怎样去购买IP的一个方式 IP的这个链接我会去贴在视频下方 还有就是怎样去注册这种谷歌的一个账户 还有包括DC去获取空头的一个白名单 但是的话就没有这些账户邮箱怎么办 那么可以去直接点击这个网页去购买 比如说电报 还有就是推特 还有就是DC 其他的一些账号都可以去进行购买 然后去在你的一个应用程序里面直接添加进去 那么就可以直接一对一的去进行使用呢 这是我经常用的购买渠道 如何在指纹浏览器中添加撸毛三件套 当我们把环境配置好了 IP配置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我们把推特 DC和钱包添加到指纹浏览器中添加扩展 可以从谷歌应用商店中添加 也可以添加安装包 添加之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当我们把准备工作都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批量做空头任务 如果你开了50个号以上 你是没办法一条条去做任务的 这时你就需要用到指纹浏览器的同步器功能 可以一次同步几十个窗口操作 开启同步器之前 先把所需要的浏览器启动一下 然后点击同步器 这个P14就是我的主控窗口 我在这里窗口操作 别的页面就会同步 点击开始同步 需要注意的是 尽量不要所有的窗口全部同步 第一就是太卡了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避免女巫审查 但是你可以将所有的窗口分组进行同步 比如说第一天一 四 八 十六个窗口 第二天二 三 我选择这个窗口排列方式 有好几种窗口排列方式 我选择这个平铺方式 我操作主控窗口 其他的就会一起操作 在文本输入这块 可以在不同子页面中输入不同的文字 这在我们刷焦护填金额的时候特别好用 也是避免女巫的好办法 保障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编农者 好 好 好 mea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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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们近期上线了一个本地差价加密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